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火哥 今天是我们楼顶改造的第四天 今天在天气报说要下一天的雨 这个雨还真的有点大 所以在晚上下到现在 估计停不着了 今天也说这个钻来肯定是去不成了 昨天去的这个鱼鱼里面现在都去水了 哇好深 大概有七八公分深 但是在这边的话就没那么深 原来想的是把这个水池子移植过来 但是我想了哈这里中间有个深锁缝 所以说我如果这个时候把雨池子移过来的话 如果这个房子才是热三分锁 很有可能这个水池子就要拼 所以到临时决定就是要从这个深锁缝的位置就把它切断了 因为这个水泡积水穿湿的道理 然后就要把下面的房水存在给它擦来 我们楼顶上的原来的键子拿起 这个时候有说它这个重力的话就在这个板子上了 它就不得了就是我们的房水存它冲来 下头那么冷快的天气不能浪费了 我就好像撒下水 我就把我的这个泡菜摊子摆过来分面抵一下 原来摆过来的时候 最终在黄圆花这边的时候这个泡菜摊子全部泡东西 但是现在都不通的了 里面都有水 把水打过来 一包回来 手还是有点蒜 虽然煮了巴了点生气 但今天还是有点蒜 还是有点漂亮 到时候有说这边我要去个花台 这个位置要去个花台 我设想就是要最多从这边还打一个架子出来 你说这边呢 摘点啥子腾本的植物那些 这样子泡菜就映着下面了 泡菜是最晒不得太阳的 一定要映着里头 等一下咯 等一下我们在楼底下去 我给大家摔一下仗 前三天我花了好多钱 因为我们中国的预算是不到一万块钱 我现在下楼 今天是开工的第四天了 天头从7号开始 7号这天我用的钱是最多的 它主要是在准备第二天开工的东西 买啥子砖啊 河沙水泥啊 防水土料啊的 我都算了7号这天 7号这天中国花了2618块 8号这天花费最低 就只花了80块钱 买了一圈这个管子 拿洗地 然后一个龙头5块钱 还有就是脚棍 用来脚涂料的脚棒 花了15块钱 7月9号那天 买水管子啊那些配件 然后还买了个车的地质 在网上买的 花了300多块钱 总共是花了568块钱 昨天呢就是有说 我买了一个反骨的吊膳 到时候来按着我这个 就是红红里头 然后有说排水板 买了就是花了你们多少块钱 所以总共就是7号到10号 中国花了3770元 098块钱 我们的总共的预算 是不到10000块钱 后一部还有什么是要花的呢 第一个就是防腐墓 防腐墓的地板 这个是肯定要花的 然后就是说我这里还准备 还要做一个就是干架 是活动的就是这样啊 应该是可能在1000块左右 还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深锁鱼棚 大概可能就在800多块钱 给我送了点 然后甚多的就是铝花了 铝花可能花的钱比较多 因为你说铝花贵嘛 当时我在温江前买的这个 竹子里我就问了一下 成都卖15块也更 但是在温江本地的话 只要3块钱也更 他说的品种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也就是说 我这楼宾生 只要在那儿竹子 把两边给它折一项 我就比较好看了 然后还有就是 我喜欢的 比如说可以摘点肚鸭花 摘点姿子花 摘点黄瓜 美化一下就是我的楼顶 你说海就是我在水池里面 我想在那儿睡一点 在里头 比较好看 买鱼呢可能也花不了钱 我想是买点鸡鱼丁里头 不得事我还可以在水池里面 下鱼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明天再见